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白蜂鳴雜小龍女 我們今天又回了新貨 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珍珠 我們稍後會給大家看看 亦會拼上身給大家看看是否效果 第一套我介紹的是 期待已久的粉紅色珍珠 上次入了之後 極速給我們的熟客 美女買了 這套是新回來的 它有6.5-9.5mm 重份量 是男養豬 扣是花托扣銀扣 非常精緻精美 這套我自己看的觀感很閃亮 它的光澤度很高 而且每一粒都會有少少的變化 所以這套是非常漂亮 有興趣的快點下來試試這個實物 上身評一下 非常漂亮 另外一套 就是簡單一點 上次我們買了單粒珠 配這個白金鍊 我們這次也是白金鍊 但我們這款是三粒珠的設計 這是Aqoya珠 它有5.5mm 最大一粒有8.5mm的重份量 Aqoya珠 所以8.5mm是不多的 算是大一點的量 因為最大大約是10mm 所以這套會有一點看頭 這套 價錢由6,900 到D加 激准價2760 最後我介紹的一套 也是Aqoya珠 就是銀扣 這個 很特別的 這套我自己非常推介 它很有特色 它是不同的珠串 很多條 很多條珠串 拼合二成的 一個款式 最重點是 如果大家近一點看 它是漸變式 是很特別 一般看是均勻式的多 但未見過 比較少見一點 就是漸變式的 而且它價錢非常漂亮 是9,300 現在至少是3,720 就可以擁有這條鏈 這條鏈的配襯度很高 它可以隨便看 或者一些很微貴的場合 都不會有問題 是 柯特尼夏平 加上這個 手套 然後 又可以 如果很隨便看 一件西裝外套 一個單色T-shirt 加一條牛仔褲 搭這個也不會覺得很浮誇 因為它比較時尚感 就不會像這些傳統的珠串 那樣 太經典 如果太太多 就未必每一個套都適合 所以這條鏈的百搭程度很高 我十分推薦 有興趣 快點下來找小龍女 或者可以找我們店長輝哥 拜拜 Hello 第一套就是我現在帶著這套 一套Classic的珍珠 粉紅色 上了鏡頭的效果就是這樣 那mm數最大顆 中間這一顆 前面這一顆 是去到9.5 是屬於大顆的 它後面的地方 就會是6.5mm 所以出來的效果 也很有份量 配襯也不會覺得很小顆的 還有它是粉紅色 它比較特別 每一顆都有點不同 而且光澤度真的很高 你看看我現在這樣打燈 已經是光澤度非常強 實物體更漂亮 大家有興趣快點下來看 第二套就是這個 這是一般office lady 不會覺得太單調 只有1顆 有3顆 有些看頭 中間的粒是8.5mm 它的大小度適中 又不會太小 又不會太大 但是也很有份量 看起來 遠遠看也會看到 因為它也是Aquoya珠 所以它的閃亮度也是非常之高 所以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近鏡 它是很美 而且它是白金頸鏈 所以你看到它會閃閃的 你動一下的時候也會閃閃的 非常美 另外我很推薦那條項鏈 其實還有一個戴法 就是戴在手上 這一條我真的十分推介 因為它很有特色 還有它是漸變色 而且它可以手鏈項鏈地戴 我稍後再示範一下 項鏈怎樣戴 好 Hello 現在我戴上鏈了 就會是這樣的效果 例如我衣裏提高一點 或者瓶領衣 我們假設是這樣 瓶領衣裏 它配搭上來都是非常之好看 它會更加突出 而且你如果細心一點看 它真的會有漸變的效果 而且它每一顆都是很閃亮的 但相對閃亮度高 當然是這一種這麼大顆 你會更加明顯 你看看 但是這一種是很時尚的設計 都可以值得考慮 有興趣快點下來八封名集看看 找小龍女我和廢哥 我們來